火力應援展現甜美效忠 霍天棒球啦啦隊員凌湘 除了好身材加上甜美長相 擁有大批粉絲更是球場邊的焦點 不過現在卻爆出爭議 凌湘的蝦皮賣場 販賣的食品中 有一款叫做爆鮮定的產品 卻在沒有取得健康食品標章的情況下 主打能夠瘦身 甚至賣出147筆訂單 以一瓶定價880元來計算 至少賺了12.9萬元 恐怕觸犯食安法第28條 也就是食品不得有醫療效能的 標示宣傳或廣告 違反者可以採除4萬元到400萬元 不過在消息爆出後 現在點開林桑的網路賣場 已經將產品下架 賣場中只剩下二手衣 價錢從七百元到一千五都有 記者致電經紀人尚未接電話 但根據平面媒體說法 林桑經紀人回應 對於法規嘗試不足以後會更加注意 因為林桑的高人氣 現在發生爭議 也讓外界更加關注 華視新聞全力 林桑姐台北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